斗魄第七级预告可以说是信息量满满 沉睡多时的美杜莎再次苏醒 萧炎获得先祖留下的斗技 对于萧炎来说三年之约将至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当提到炼药师大会 萧炎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这一届的冠军奖励 是名为荣灵丹的六品药方 当奥托告知具体奖励后 空气瞬间变得安静 萧炎在药老的耳闻目染中 也知道六品药方的价值 顾名思义 熔灵丹是促进灵魂与本体融合的丹药 美杜莎的现身也正是为了这一阵药方 她需要这枚丹药来掌控吞天马 拿下熔灵丹药方 日后我饶你不死 与其硕士请求 倒不如是威胁 伴随着这句话语 美杜莎不断靠近萧炎 即将壁冬的瞬间 消失在了萧炎眼前 萧炎自然是无福享受 吓出一身冷汗 除去炼药师大会 萧炎在集市上同样遇到了机缘 在市场的边角处一块黑色的残破玉片 引起了萧炎的注意 这块残月算是斗魄的重大伏笔之一 里面蕴藏着天火三旋变 正是萧炎先祖萧璇所创的斗技 不过这块残月只蕴含了这则功法的第一重 并且萧炎此时的实力与眼界 还无法窥视其中的奥秘 需要等到要老苏醒 这块残月才能发挥价值 麻烦了